嘉義縣易如香農會一位三十多歲的男性 員工 昨天因為股倉內輸送帶卡住 無法運作 進入股倉排除狀況時 不料高出的玉米粒 因為震動崩塌 把他掩埋 檢消互報到場之後 利用繩索還有破壞器材將他救出 但是男子脫困的時候 生命跡象微弱 緊急送醫 仍然宣告不治 股倉內一名三十多歲男子遭玉米粒 掩埋 只有臉部外露 嘴唇發紫 臉色發黑 生命跡象微弱 也聽不到消防人員的呼喊聲 消防局和農會人員分別以繩索及堆高機 破壞草體方式將該名員工救出 但他在到院前已無呼吸心跳 現場工作人員表示 當時因為大量玉米粒卡在圍裡旁邊 造成機器無法運作 男子嬰兒進入股倉 想把玉米粒剝落 不料高處的大量玉米粒 因為震動 突然崩塌 整個倉庫的話我目視大概是十五米到二十米的高度 那個狀況就是類似流沙一樣 你在流沙堆裡面一直掙扎 你的人就往下做 他應該就是有掙扎 然後有有呼喚請他們的其他同事誰誰去救他 當天玉米粒是呈現滿倉狀態 後來高度下降至五到八米的時候 男子進入排除狀況時不幸發生憾事 易竹香農會總幹事表示 將全力協助員工家屬處理後事 記者黃紫凱 鍾建剛綜合報導